海贼王 凯多方议员猛将叛逃草帽团,德雷克海军身份未曝光。 海贼王990话情报在最近不断更新,在昨日已经爆出Queen和福兹福想干掉的人是德雷克,让很多海运认为德雷克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。 结果今日的情报信息就再次反转,原来Queen和福兹福之所以想要干掉的雷克,并不是因为发现其海军卧底的身份。 而是认为德雷克有放奏罗的嫌疑,认为他并不完全忠心于凯多,所以二人才相助解决掉德雷克。 根据外网情报师所述,Queen和福兹福想干掉的人,和霍金斯占卜出某个男人存活几率1%的是同一人,也就是德雷克。 不得不说现在德雷克的处境非常危险,虽然自己的海军卧底身份还未暴露,但自己已经被凯多麾下的两位大将盯上。 而他恰巧又是凯多一方的人,与陆菲女行人算是战场上的对手,真是素面受敌啊。 Queen和福兹福是非常了解现在和之国战况的,但就算在如此混乱的大战中,依然想先干掉那鬼德雷克。 可以看出二人对待忠诚度的重视,以及二人对待凯多是无比的忠实。 但这真的是好的选择吗?显然不是。 以Queen、福兹福的角度而言,现在凯多方的首要敌人是鲁菲女行人,哪怕的雷克真的是内鬼,也不要在这场战斗中将其抹杀,强行抹杀只会削弱自己方的战力。 对于这种争分多妙的大战来讲,Queen和福兹福的行为有待伤去,当然忠诚度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。 当然这不是海贼王990话目前最重磅的信息,情报师表示德雷克疑似加入草帽一行人,共同对抗蛮霸者。 如果说德雷克已经察觉到Queen和福兹福的威胁,那么直接加入草帽一行人就是最好的选择。 小编认为德雷克加入鲁菲信息基本可以实锤,Queen和福兹福已经准备干掉了雷克,以他们二人的性格并不会拖延太长时间,再加上霍欣斯的占卜结果,都证实住德雷克会被马上干掉。 德雷克想要独自面对Queen和福兹福显然是不可能的,而自己的大部队,海军,又不可能第一时间赶到战场帮助自己,那么自己最好的决策就是加入陆菲一行人,共同对抗慨多大妈一方。 目前陆菲索隆正在全力对战蛮霸者,战场一片混乱,德雷克想要加入陆菲寻求自保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 甚至德雷克无需多言,只需要直接与陆菲索隆等人直接干掉蛮霸者即可,不得不说凯多一方的战力又一次锐减。 德雷克作为二人前与陆菲索隆一届的超新星,实力毋庸置疑。 身份可疑的他靠助实力就加入凯多的百兽海贼团,并担愿助团中凌空六子一位,深受凯多的喜爱。 假使这样一位大将叛变凯多加入对方,陆菲方,那么凯多方无疑又损失一位有实力的人物,相对的陆菲一行人增添一位猛将,这也使得和之国的战局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以上就是目前990话情报的简单分析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